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John Barry是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和热带医学方面的专家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流感大流行 他说的是历史上最致命的流感的流行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历史的故事 昨天他在纽约时报刊登那篇文章 他就说我们可以从1918年的流感的疫情当中学到什么 从他的这篇文章当中从他的那些书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尽管1918年离现在已经100多年过去了 但是人们对疫情的反应对这个病毒的反应几乎是类同的 几乎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的历史事件当中 以及人们在这个流感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是做出的反应和当时人们的这个心态啊 和现在做些比较 我们其实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 是实际上呢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因为John Barry他专门研究这个东西呢 他有很多的数据他也有资料他也有电脑的分析啊什么的 然后告诉我们一些情况 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疫情有极大的帮助 因为1918年的当时叫西班牙流感对不对 对 他这本书的名字叫The Great Influenza 他没有叫西班牙流感他叫大流感 当时呢是到了1919年的夏天慢慢的结束了 但是这个结束呢不是句号 是他变异成为一种流感 他变异成为的那一种流感 在2022年我们讲话的当口还存在 也就是1918年的当时叫做西班牙流感 后来叫大流感的这个流感 从来没有彻底的消失过 他只是最后变异成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通的流感 但是呢 说好消息坏消息啊 咱们先说 1918年的世界和现在的一同 1918年的世界呢 和2022年的世界 那不是一个世界 1918年顺便说一下 国父孙中山还活着呢 孙中山啊1925年去世了吧 那是一个对我们现在人来说是一个黑白的世界 1918年的世界呢 没有不要说这些电脑国网络 没有现在的比如说这样全球的随随便便的搭着飞机就走了 这种全球的移动性 绝对和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 1918年的大流感没有疫苗 1918年别说是大的病 很多的小病都没有药治 1918年没有数据 大小的数据的统计 以及没有处理这些数据的工具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呢 咱们也不要说别的 就是说美国和今天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首先 1918年的美国 它的人口差不多是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是三亿的话 美国那时候是一亿人左右 那么 1918年的那一次流感呢 让67万5000美国人死亡 当然这个数据不是最确定的 因为还是刚才说的 因为缺乏电脑的统计啊 或者缺乏这种工具啊收集的 但是至少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1918年 它死亡的人数六十几万 不如现在多 现在是75万还是80万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在人口中的比例远远超过现在 就等于每十个人里面死多少 对不对 或者每一千个人里死多少 这个比例是高于现在的 所以现在有人争议说 哪一次大流行病 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 那么人家马上问 你说的这个严重是死亡的比例 还是就是绝对的人数 对不对 如果要是绝对的人数的话 那么从2019年12月开始 一直到2022年现在的新冠病毒 这个呢是美国历史上死亡最多的 这是一个流行病 但是从人口比例来说呢 死亡的人 那么还是1918年的那一次大流感 同时还有一个不同 就是1918年的大流感 死亡的人的平均年龄 请注意听 我都不相信 28岁 那是1918年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 什么65岁以上 对不对 死的最多 现在平均年龄远远高于28岁 这是不是也说明 在当时 是不是人的整体的寿命就比较低 对不对 第一是这个第二呢就是说 人们聚集的一些地方呢 它是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 别忘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刚刚结束 它夏天那个流感来的时候 这个军队还在集结呢 有很多军人得这个 就是当时的这个大流感 所以呢 这是一方面 然后你想在工厂里边 在这个其他的医疗机构里边 那时候哪有什么N95口罩啊 那时候哪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防护的东西啊 对 也没有要求什么社交距离啊 什么这些东西 没错 所以呢 他这个医务人员当中 也是很多人就是被传染了 所以呢 当时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你想这个1918年的那次大流感 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呢 这个比现在的这个 比这个新冠病毒要多多了 如果要是按比例算的话 那人口的这个比例来算的话 那就更多了 所以呢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可是 据这个John Barry说呢 他说实际上啊 到1919年夏天的时候 人们都以为说这第三波的病毒过去以后呢 这次的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就结束了 但实际上他说并没有 实际上呢 连历史学家和病毒学家 病理专家 他们都就是经历了一年多的这个流感以后呢 都已经麻木或者都已经 厌倦了 他们就希望尽快的结束 所以1919年夏天第三波的这个冲击之后 他们都宣布正式宣布说这个流感已经过去了 完全恢复正常了 但实际上呢 是恢复了正常 可是流感呢 以变异的方式在2020年的时候 1920年的时候又出现了 而且在美国造成的杀伤 还比那个第二波最严重的那一波 还有多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1918年到1920年的时候 死亡人数这么多 就是他实际上造成了流感的第四波冲击 在美国的很多的城市 什么米尼埃普勒斯啊 密苏里州的那个 Kansas City啊 然后还有什么米尔瓦基啊 底特律啊 这些地方 死亡的人数啊 实际上比第二次的这个第二波的这个大流感流行还要多 所以呢 这个是美国在那个时候放松了警惕 太早的过早了恢复正常的生活 而不注重自己的自我的防御啊等等造成的 那么好消息呢 是这样的 至少是我们别的不敢肯定 历史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记录 那么所谓的好消息就是 John Barry呢 通过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呢 一般的来说呢 一个流行病 他的生命是2.5到3.5年 那么按照人类的过去的历史上的统计 就是没有什么十年八年的 一个流行病这么久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有一个周期 你像1918年的那个也就是18个月左右 所以这是第一一个周期 第二个相对来说 一点好消息呢 就是他这个周期的特征啊 有点像 就一波一波的 就是他在变异的过程当中呢 他每一个新的变异 尤其到了后期 然后第三波什么的 第三波什么的 第四波这种 他相对的来说的杀伤力会比较弱一点 正像我们现在了解的 Omicron比Delta要杀伤力弱一些 对不对 他呈现这个 然后最后呢 他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流感 他特别强调的就是1918年的那个 没有消失而是变异 变成了现在的一种普通流感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去打感冒针的时候 他就会猜测嘛 对不对 你这是哪一个变异啊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么1918年那个变异到后来可能也有一个名字 只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可能有一串拉丁文或者有一些代号什么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那么将来呢 他说好消息就是 可能是Omicron之后 现在不是又有什么Omicron二嘛 对不对 可能慢慢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但是这个呢 只是一种历史的轨迹的推测 还有一些坏消息 那稍等会我们就说 这个John Barry他之所以写这个文章告诉他就是 万万不可放松警惕 你倦怠也好 你是疲乏也好 他甚至很多连医生都倦怠了 在1919年头 他说啊 有一个东西在中文叫做功亏一篑啊 对不对 他说切不可这样 那该怎么办呢 欢迎去书厅 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可以从1918年 大流感的这个结束当中呢 学到一些什么经验啊 这个是学者John Barry 他所写的一本书里边的一些内容啊 当然他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啊 就是说现在的情况 和100年前的这个流感的 第三波冲击之后的这个情况呢 非常的相似 人们对流感已经非常的厌倦和疲劳疲乏了 尽管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还是有关于每天的病情是什么样子 多少人住院多少人死亡 但是人们对这个事情啊 已经不太关心了 除了普通的百姓不太关心之外 连政府官员和医疗机构的这些卫生人员都已经疲惫了 所以呢 这个在现在现今的美国也出现了 他举了几个例子 人们疲惫的几个例子 首先美国打疫苗的成年人 完整接种疫苗的成年人70%左右 到了这个70%以后 再往上增加哪怕一个百分点都非常的困难 也就是说有至少百分之二十几到百分之三十的人 不愿意去完全完整的接种疫苗 有的人可能接种了一针就不打了 有的人这个打那个加强针的第三针的就更少了 现在统计是打第三针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四 所以就说人们觉得这第三针打不打都无所谓 那就是疲惫了 就觉得好像反正无所谓 这是一个情况 五到十一岁儿童 他们的疫苗出来以后 这个对学生的家长来说是一个福音 因为家长一直希望学校可以正常的开放校园 孩子可以正常的回复到这个面对面的授课 那么疫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就孩子如果打了疫苗的话 那大家之间就有了防护了 那就不怕传染了 但是情况比较糟糕 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孩子 到一月二十号为止 一月二十七号以前 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孩子注射过疫苗 当然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现状 我们再来看他的分析 他举了这么几个所谓听起来让我们比较乐观的几个因素 他说第一 Omicron的感染率或者说他的感染力尽管很强 他说种种迹象表明 其实今天早上我还听广播 就是说包括加州在内人数开始下降了 就是在医院里面的人数 这个是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医院可以提供这个数字 能够进医院的因为Omicron的感染的人数已经下降了 医院得到稍微一些缓解了 这是第一点 也是好消息 第二就是很多的人都已经打了疫苗 百分之七十也不错了 对不对 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所以这是第二个 让我们有资本觉得可以乐观一点的 而第三个就是 这个Omicron 它跟之前的变异不太一样 是它只亲上呼吸道 它进入到肺的这个能力 比之前的Delta差很多 我们也知道 这本身就是一种肺病 也就是说如果它进到肺里面 那死亡率就非常的高 Delta就是这样 它容易侵入到肺里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杀伤力越来越少 它进不去了 或者说它没有这个能力再继续的往前走 怎么怎么样 这是这一点 但是它又说了一个 它说为什么这些病毒它在变异 就是因为它要生存 它要绕过疫苗 所以为什么要打这个加强针 不就这意思 我们都又听说过这个词叫什么 穿破性 不是它叫突破性 突破性 对不对 然后它接着说了一个 这些都是好消息 但是它说 No one knows 就是什么 就是接下来Omicron再往下发展 是什么 没人知道 请问谁敢 这个地球上哪有一个人敢说 完了 这个就完了 没了 不会再变异了 变异以后不会再有杀伤力了 没有这样一个人敢说 他敢说是敢说 他没有根据 那不是敢说 那叫瞎说 对不对 他说最麻烦的就是这个 在最后的这一点麻痹 千万不能麻痹 一定要挺住 因为他说这个变异叫做是随机性的 没有人知道它下一步是什么个情况 我们都推测说 它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生存 绕过这个免疫系统 绕过你的预防针 什么的 为了它生存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就会变得更加危险 因为它如果绕过你免疫系统 你得了以后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容易就传染给其他的人 其实Omicron已经具备某些这样的特质了 已经具备 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 已经被感染了 然后传染给别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又回顾历史了 历史上就是在19年之后 夏天之后人们都以为过去了 但实际上并没有过去 所以到1920年的时候 在美国又第四波又来了一次冲击 所以他说这次呢 大家都说是可能过去了 可能过去了 如果你注意那个社群媒体 包括那个推特 这些上头的话说 他说 Done with Omicron Done with这个 就是这个疫情的话 你这些人已经很多了 而且有很多的反应 就说 算了 我们见鬼去吧 这个疫情 我已经受够了 大概就是这种意思 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了 他已经放弃了 比如说 他不愿意戴口罩了 不愿意打加强针了 不愿意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保持距离啊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个人的防护了 其实这次Omicron来了以后 实际上在美国大大部分的城市里边也没有采取太多的这个防护的措施啊 这个封城一个也没有了 包括纽约啊 包括洛杉矶这样 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不照样餐馆还是开着吗 那个酒吧也是开着 包括音乐会啊 体育馆呢 看比赛啊什么的 也都是开着的 只不过是要求你 有的时候是出示一下那个疫苗的证明 有的时候要求你全程该戴口罩啊什么的 大概也就是仅此而已了 但是作为个人的话 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 就是该戴口罩的时候戴口罩 然后该保持距离保持距离 哎